左营大陆有一栋日式洋楼是仿造台北蓬莱阁新建的 如今是少数仅存的日治时期酒家 其老还记得当年和父亲用牛车载着粗糠到酒家当柴火烧菜 因为这里的酒家菜相当有名 战后棕破塞转而在左营下路卖起年菜 形成左营特有的地方文化 这一栋五间相连的三层楼房就是左营蓬莱阁 是1931年黄姓士绅邀集另外三位股东一起集资新建 格局仿造台北大道城蓬莱阁 如今是少数仅存的日治时期酒家 台北的蓬莱阁已经拆掉了 那我们早期在哈马兴还有在阎人区的这些的日式的这些酒家也都拆掉了 那我们左营的蓬莱阁它不是最早的 可是它是最大的 然后它是三层的 可能是我们高雄市唯一流传下来的 存下来的日式的这个酒家的这个阳楼 蓬莱阁的南侧一楼是接待区 上去直通酒家的二楼和三楼 二楼是五间包厢 三楼则是大宴会厅 当年蓬莱阁营的有声有色 酒家菜口碑不断 文史工作者访问齐老得知 当年他常和父亲送粗糠到酒家 才请画家将记忆中的场景重现 他的父亲就挑着那个就是背着那个 那个那个用布袋背着那个筹坑 然后从楼下就走楼梯到三楼 然后把那个筹坑带就是这个就是把它这个弄到这个一个管子 然后那个管子就会就是流到这个二楼的那个厨房 去煮那个煮菜 而战后蓬莱阁的厨师纷纷成为左营喜宴的棕破塞 演变到现在老师傅的绝活 更成为每年农历年前左营下路年菜间的丰盛秋楼菜 大概过年前一个月就开始预约了 预约之后在过年就是在除夕的前两天 然后就在那个左营下路的路边就县主 他县主之后来那个付钱 然后现场再那个带回去 左营的一个像我们的中坡塞一个水河山 水河山的丘楼菜 这栋建筑还见证了二战期间 美军轰炸左营军港 战斗机低空扫射下 在南侧山墙和正面都留下大约50个弹口痕迹 文史工作者期待这样有文化底蕴的历史老屋 未来能够进一步保存和国化 记者张世民赖昌邦高雄报道